和大家試一下這個東北大米 這個東北大米其實它是 product of Italy 在意大利也種的 它的米其實是 珍珠米 即是日本的壽司飯 我在Amazon 訂購 它有個subscribe and save的voucher 是有25%off的 它還有個5%的subscribe and save的discount 如果你設定了每一段時間去reorder的話 它就可以有這個discount 扣除了25%voucher 和5%的discount之後 最後的銀碼是12.78磅 米就是這樣的 我看起來就不覺得有很多碎 我們一起去試一下 眨眼看都不覺得有很多米碎 我們先試一下 這個米我也是第一次試的 這次就和大家一起試一下 做出來米的質感如何 究竟有沒有飯香 各樣東西 我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那洗完米了 不過可能有一粒呢 有一粒是黑色的 全部 即是這麼大部分米裡面 我找到有一粒黑色 但我覺得ok啦 其餘都ok的 煮一本米呢 我們的水和米的份量是1比1的 加1比1的份量的水 我們就拿去煮了 我是蒸飯的 我們就用蒸飯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家是沒有電飯煲的 用蒸飯這個方法用了幾年 蒸飯是非常方便的 只需要你放下去蒸30分鐘 其實就準備好了 我覺得比電飯煲更方便 然後大火煲起了 煮起了之後 你就轉回去細火 然後煮30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們30分鐘之後再回來看看 煮到它煮起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轉回去做細火了 用細火蒸了30分鐘 那我們關火開蓋給大家看看 那個飯是怎樣的 你看到那些米都很漂亮 一粒粒都很有光澤 大家近距來看看煮飯 其實都不錯 很有光澤 其實我們一蒸好了之後 我們要鬆一鬆飯 輕輕把它打鬆 讓它多餘的水分蒸發走 然後再煮10分鐘左右 然後再煮10分鐘左右 那麽飯就會更加烤彈的了 口感就會更加烤彈的了 輕輕地地弄鬆它 因為如果你太大力去攪拌的話 那粒飯就會很容易會弄爛的了 那麽就會影響了口感 煮了10分鐘了 那我們就打開來看看它的飯是怎樣的 我覺得它的飯是怎樣的 挺帥的 你看看飯是很有光澤的 是這樣的 那要試一試它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了 都很晶瑩的 一粒粒都很帥 再試一下它的味道 看看是否可以 吃下去都有米香味的 都不錯 性格比是ok的 我覺得不錯的 不會太硬 不會太軟 其實ok的 我覺得剛才焗了15分鐘 再散了水氣 其實它開始有點QQ的感覺 即是有點爛牙的感覺 它的黏度 就沒有日本的壽司米那麼黏的 它不是說很黏的那一隻 嗯 而且米也挺滑的 對 如果你煮得對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那我也會再點的 給大家看看 這粒飯是每一粒都是很晶瑩剔透的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訂閱和分享 拜拜 拜拜